〈作品〉 我們這宗工程是中環灣仔妖道 灣仔東段 整個工程主要為了配合中環灣仔妖道的通車 是近年香港一個很重要的基建項目之一 整段工作範圍主要是有梭進、填海 和興建一條550米長的隧道 另外也要重置一些海岸線的設施 例如一些冷卻系統、鹹水供水系統 這條新的排污系統 就會由新的海岸線一路對出500米 直去維多利亞港中心 整個排污系統有兩條米8直徑的排水油 現在我們利用的物料是HTPE 暫時香港來說是最大大小的HTPE 在深海排污系統 現在我們做的工序就是 會在等船上將喉部件汗接 汗接到大約60米 然後會掉到海底裏面 其實在汗接過程裏 質量控制亦是很嚴謹的 將來海岸線亦會向前移出50米 另外就是因為行車隧道 都會在現在的碼頭底下 所以我們在做隧道和填海之前 都要興建一個新的渡輪碼頭 在海上見到就是一些莊柱 是之前我們用一些海市的等船打下去的 現在你看到每一支莊柱 都有臨時的支撐架 是因為潮水的關係 我們不可以讓它移位 所以一些臨時的支撐是鞏固著它 除了渡輪碼頭我們要重置之外 我們都要負責重置一個直升機場 由紅磡隧道口 將會移到金子京廣場邊 我們這宗工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就是重置一些沿海的設施 由海岸線去到對面街 經過一條很繁忙的紅磡道 如果我們做一個深坑挖掘 傳統我們要在馬路上封路 這樣的話一定無可避免 就會影響到巴士和公共交通 為了不影響交通的情況下 我們就引入了德國的無坑道挖掘技術 在這裡做一個坑道 將桶的喉管一直移過去 我們現在在馬路下 已經進行接駁工作了 我們剛才看了無坑挖掘技術 過紅磡道後 其實寬四米的潑水的引水道 就會連接過來這個風浮 一般的電纜 或者一些去水渠 污水渠 我們也要就隧道的位置 也要一些重置或改道 其實我們整個工程 除了在海岸線 是我們工地範圍之外 其實我們在離岸的某些地方 其實都是我們工地範圍 我們其實就一方面 我們要去想 哪個地方可以擺放這些喉管 另一方面就是 我們一定要確保 不會影響現在設施的供應情況下 進行這些工程 通常驢 通常驢